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去到25.2万人 是两个月以来的最低 按星期计减少8千人 而市场原本预期会增加至到26.2万人 显示美国劳动市场持续强化 令市场更加确讯 联储局主席耶伦在前一天 指经济情况理想的言论 跟着同大家看看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 造价都是普遍上升的 而汇丰置合港元 教本港收市价上升0.17% 收报58.6毫半 中移动轻微上升0.15% 收报97.1毫9 至于中联通升超过4% 收报在9.4毫9 中人寿轻微上升0.13% 报21.3毫3 中海油教本安收市价 升埋近1% 报9.4毫7 中石化和中石油 都是升埋近1% 中石化收报在5.52 中石油收报在5.08毫 欧洲股市是高收的 两吨富士100指数 收报在6911点 升76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升237点 收报在10674点 巴黎克指数升100点 报4509点 商品价格方面 先看看原油期货 国际油价年升第二个交易日 收到美元汇价偏远 以及上星期原油库存 出付市场预料减少的支持而上升 但其后油价升幅有收窄 纽约10月旗油连续4日上阳 曾经一度高建 每桶46.52美元 收市报46.32美元 升98美先 升幅超过2% 而伦敦布兰特10月旗油 曾经高建每桶47.83美元 收市报47.65美元 升82美先 升幅挨近2% 今个星期计 以纽约旗油 累计有上升8% 而伦敦布兰特旗油 升幅累近4% 金价方面 亦创了两个星期的高位 美元跌至超过一星期低位 刺激纽约12月期金连升4个交易日 亦创了两个星期的高位收市 收市报每盎司1344.7美元 升13.3美元 升幅达到1% 更剩下升13.5美元 而现货金 在每盎司1337美元 阻止在辩回 美元回价方面 受到美国联储局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同时下调金明两年的利率预测的影响 都反映局方没有意迅速收回市场的热钱 拖累美元售额 跌至超过一个星期的低位 而当中 就见到日元最受影响 疫情强势的 见到就是兑101.01 至于兑港元是1.7556 欧元1.1208 英镑1.3067 瑞士法郎0.9691 家元1.3062 澳元0.7641 楼元0.7290 看美国国负债券 10年期债券报1.62 30年期债券报2.34 外围的情况先跟进到这里 以下的时间交给你Irene 谢谢Valerie 这一节的嘉宾请来我们的市务总监郭诗志 郭先生你好 你好 刚才Valerie也说到 美国暂时不加息 纳指升44点再创历史的新高 另外美国劳工部也公布 截至9月17日为止 美国的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是25万人 创了两个月的新低 好过市场预期 美国劳工市场持续强化 令市场更加确讯 联储局主席耶伦前一天 指经济情况理想的言论 郭先生你认为这个消息 会不会令到外围的投资气氛继续做好呢 首先来说 美国经济的确是持续稳步向好 至于你说会不会令到联储局 在12月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决心 将利率进一步向上调呢 老实说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因为总统大选在那一刻应该是 知道是哪一位做总统的了 即是现在这一刻市场暂时的焦点 我想会放在总统选举这件事上 但如果你说美式在12月份 如果真的有机会上调四分一来 对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就要看看那一刻美股的走势到底是怎样 如果仍然陪会在一个扎幅里整固 我想影响很轻微 因为大家都已经有心理准备 美国是会进一步加息 况且加四分一利息之后 联邦基金利率仍然在0.5到0.75厘 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息的水平 况且对企业融资或者对融资成本 亦都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对美股在这方面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 市场都消化了 但如果在那一刻美股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或者一个周期性的上升又再展现的话 这个所谓加息的一个事件 是会促成了美股高台的反复 好像近期那样 杜瓊斯指数由8月15号的18,668点 跌到9月14号的17,992点 期间来说没什么特别的利淡因素 只是加息的因素 但因为美股累积的升幅比较多 所以任何一些比较偏淡的消息 都会促成了美股回调的步伐 但我们细心点看 你看图已经知道了 2月11号是15,503点 再上移的就是6月27号的低位 17,067点 再走高一点就是9月14号的低位 17,992点 这三个低位已经组成了一度中期的上升轨 反而要留意这一点 因为杜瓊斯指数距离上升轨不是很远 如果道指一直走在上升轨上 意味着试顶或沉顶的势头是没有变 但如果道指任何一天跌穿上升轨的话 沉顶形态会漸漸转向于高台反复不明 所以我觉得反而要留意这条上升轨的支持 是不是能够持续稳守 是 多谢郭sir的分析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开市感浪